2017年11月,发表在《科学转化医学》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曾引发热议, 门中马兜灵治肝癌的论调,让中药安全性一时饱受剧疑。 此外,当一些中药肝损伤的病例建筑报端,往往也引发民众关注, 为促进中药的安全使用,促进中药产业健康时势发展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药药原性肝损伤, 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, 用于中药全生命周期的药原性肝损伤评价与东西管控,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利院士肯定了该指导原则, 对中药安全性监管的里程的意义, 客观看待中药的毒副作用。 在肖小和看来,正是由于没有离经中药的毒副作用, 在面对涌现的中药毒性事件时,民种就容易产生恐慌, 早在神龙本草兵中就以三品分类法作为衡量药物毒性大小的依据, 后来形成了十八法,十九位歌诀, 以及本药干目中大毒小毒的说明。 即使最终草药的毒性及配物禁忌的初步总结, 肖小和认为, 中药在制用过程中存在多种减毒货必毒图片和机制, 除多成本协同减毒, 规范淘质减毒, 复方配物减毒, 制剂工艺逐渡, 变证又要减毒的, 因此, 需要对中药安全性进行科学, 严谨, 规范, 客观的评价, 中药上肝, 需拿证据书画, 肖小和认为,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, 都有可能造成药原性肝损伤, 在全部药原性肝损伤报道病例中, 西药导致的约占80%, 而中药导致的药原性肝损伤约占20%, 从药原性肝损伤病例数来看, 中药原少于西药, 中草药造成的肝损伤有很多原因, 比如淘质过程不规范, 药物单线过程中出现了免疫损伤, 或者是中药的超剂量使用, 也可以是药物本身, 或其他些产物的直接毒性作用, 比如雷公藤, 苦涅子, 土酸鸡等中药, 本身就具有肝毒性, 肖小和表示, 人们常认为, 药原性肝损伤的原因, 排除了西药因素, 就是中药导致的, 这是一种片面的诊断思维, 事实上, 造成药原性肝损伤的原因是很复杂的, 以马兜林治改为例, 截至目前, 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, 马兜林酸, 与肝癌之间的因果关系, 肝损伤到底是什么造成的, 是中药还是西药, 是具体那一种药, 这一只能为明确肝损伤, 以药物, 特别是中药之间的因果关系, 提供了思路和技术手段, 在该指导原则中, 中药药原性肝损伤, 因果关系评估, 包括三个层题, 一是肝损伤与药物的关系, 二是肝损伤与中药的关系, 三是肝损伤与某种中药的关系, 肖小和说, 其目的不仅是要甄别患者肝损伤, 是否由中药所致, 而且还要甄别是否有所评估中药所致, 这无疑为寻找并确定, 药原性肝损伤的元凶, 提供了规范化的程序机制, 确保用药安全的前提下, 更大满足临床用药需求, 黄露奇说, 这一流程将临床指标, 用药室等多方面的肝损伤风险进行串联整合, 形成了从临床到实验室的完整证据面条, 能有效方式和纠正, 与中药肝损伤有关的冤假错案, 科学的为中药安全性证明, 全国利用严谨的科学工作来评价这一流程, 并认为, 这一评布流程的制定, 为中草药肝损伤的客观辨识难题, 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, 填补了国内外本领域的空白, 锁定了我国在药原性肝损伤客观评价, 与诊断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, 谈中药肝损, 无需测辩, 预示具体是关键, 为什么不愿意谈度, 大规模药物流行并学显示, 中医药安全性总体形式是向上的, 向上的, 肖小和说, 对于中药安全性面临的形式与问题, 肖小和表示, 要预知至今的看待, 既不可夸大, 也不可轻视, 如今, 从地方到中央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药品质量和安全性监管体系, 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, 以及监测水平不断提高, 使我们比以前任何时期, 都能更加快捷有效地发现发现不良反应, 上报不良反应, 处置不良反应, 针对公众应怕肝损伤就不知中药的心理, 肖小和认为, 公众无需对中药不良反应, 产生恐慌心理, 中医药讲究辩证论质, 关键在于遵从医乳合理使用, 另外, 他还提示, 是要三分毒, 无论中药还是西药, 正在吃药的患者, 都应定期监测肝功能, 减少发现, 减少处理, 减少对肝脏的损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